科索沃塞族持續抗議 巴乾半島局勢一再升溫 欧洲火藥桶恢復燃亡 凤凰聚焦 科索沃風雲在起 正在突出 欢迎收看凤凰聚焦 我是任任 走出战争23年之后 科索沃又再度面临危机 连续多日来 科索沃境内的塞族人士 持续举行抗议示威 这次危机的导火索 看似微不足道 今年的8月份 科索沃当局要求所有的 前南联盟发放的汽车车牌 都必须在两个月之内 换成科索沃当局发的车牌 一些不认同这项政策的塞族警员 又在示威之后被捕 引发了更多塞族公务员的集体辞职 车牌风波愈演愈烈 巴尔干半岛这个欧洲火药桶 又一次被推到了危险边缘 2022年12月16日 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塞尔维亚总统府大楼前 表达他们对科索沃塞族人的支持 从12日起 科索沃北部塞尔维亚族聚居区内 塞族示威者走上街头 用重型车辆封堵道路 在竹干道中搭起露营帐篷 示威者还与警察发生交火 欧盟维和部队也遭到手榴弹袭击 两个边境口岸继续关闭 此次冲突的导火线 是12月10日 一名科索沃前塞族警员被捕 该警员被指控参与袭击安全部队 和选举委员会的恐怖主义罪名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 我们只需要救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要求求我们不正确和不正确保护民主义罪名 並讓阿爾賓·克蒂 把他送到北方的部份 讓他避免欺騙我們的孩子 並避免監獵 Serbs 塞族就是科索沃境內 塞族絕對是個少數民族 那麼他們根據那個科索沃 就根據塞族的說法 還有塞爾維亞政府的說法 就是科索沃共和國境內的塞族人 一直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 而科索沃的政府 是反對於這個形成的對立 而科索沃的政府反對 主要是因為它代表了 在當地的阿爾及利亞人 此前衝突在往前溯源 就來自今年8月的換車牌事件 科索沃當局要求塞族人 在兩個月內 把1999年以前塞爾維亞政府 頒布的車牌 更換成科索沃當局 重新換發的車牌 另外 所持有塞爾維亞身份證件 及護照的人士 則須申請額外文件才可入境 這與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入境人士的政策類似 但從塞族人的角度來說 這是你想要同化我的第一步 所以塞族人以及支持他們的塞爾維亞 是不會同意這個要求的 科索沃在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 塞爾維亞政府不承認 雖然說北約支持 美國支持 歐盟支持 但是在塞爾維亞 以及當地的塞族人是不贊成的 科索沃的獨立政府要求塞族 改用新政府的車牌 某程度上是否定了 塞爾維亞在這個地區的主權 為表示抗議 11月6日 科索沃約600名塞族公職人員集體辭職 包括地方法官 北部城市市長等 此次被控犯下恐怖主義罪名的前警員 也是其中一位 這名警員辭職後騰出的警隊空缺 則由一位阿爾巴尼亞裔警員塞補 塞族官員集體辭職事件發生後 在歐盟主持下 10月21日 塞爾維亞總統武器齊和科索沃領導人 庫爾蒂在布魯塞爾會晤 討論是雙方緊張關係加劇的車牌爭端 然而8個小時會談後僵局並無突破 那些負責或罪犯罪名 因為他們沒有訪問 我們認為這個民族不會被控制 車牌爭端的餘波又在本屆世界杯上 再次發酵 10月24日 塞爾維亞足球隊在與巴西隊 進行比賽時 在更衣室內懸掛旗幟 聲明科索沃是塞爾維亞一部分 10月28日 塞爾維亞足球隊與卡麥龍隊比賽前 一些塞爾維亞球迷在賽場外高喊 科索沃屬於塞爾維亞 是正確的 看著是塞爾維亞的圖片 包括在塞爾維亞的圖片上 包括在塞爾維亞的圖片上 然後兩邊都很肯定 去政治化這黑色的圖片 在這些運動組合 截至12月20日 示威仍在持續 科索沃與塞爾維亞之間僵持不下 只能依賴第三方 調停解決 這個情況要結束 軍隊要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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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多些 暴力的制裁 反正應該不見 風度描出 對其他人在 nobody 威仁 現在 第五個十年 只有海中 甚至有 局位 南國 香港 是一個最大 國 在這個區域 歐文不會調停的 他希望推動 他的目的就是將蔡爾維亞 包括藍斯拉夫聯邦的殘餘消滅 塞爾維亞2009年 提出了加入歐盟的申請 目前申請尚未通過 而在爭端未決之時 12月15日 科索沃當局又正式申請加入歐盟 成為西巴爾幹地區 最後一個申請加入歐盟的成員 並立下初步目標 試圖在2030年加入歐盟 然而歐盟內部 西班牙 羅馬尼亞 希臘 塞浦路斯及斯洛伐克 五個成員國尚未承認科索沃獨立 同意科索沃加入歐盟 則有更漫長的道路要走 我們要進展我們的民主 增加我們的經濟 和改革社會 我認為這是很遠的實驗 並沒有必須的事情 我以為沒有其他選擇 希望加入歐盟 從而解決經濟和政治的問題 但似乎是歐盟不是太願意的 反而歐盟對其他國家 最近你看到科索沃的申請也被接納 所以歐盟有獨特的目標 所以就是針對南希臺夫 聯邦 同在12月15號這一天 塞浦維亞總統伍七奇 立即發表聲明指責科索沃加入歐盟 同時伍七奇引用聯合國安理會 第1244號決議 要求北約維和部隊 允許其向科索沃派遣1000名軍警 以保護當地賽族人安全 這是塞浦維亞首次根據聯合國相關決議 提出在科索沃部署軍隊的要求 目前北約在科索沃上有3700位維和成員 我們說世界上絕大部分衝突的地區 都有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只有科索沃的維和部隊是北約的 雖然我們說塞浦維亞不是北約的成員國 他也不想成為北約的成員國 科索沃想成為 想加入北約 也想加入歐盟 但是現在這個條件都不成熟 北約當然不完成 不會同意蔡維和的要求 因為他將科索沃當作是統治的地方 如果塞浦維亞派兵進去當地的時候 某一程度上會支持塞浦 抗拒塞浦維亞的對手 在科索沃政府 所以不有所不意見到 局勢緊張之時 美國也動作平平 13日 美駐西巴爾幹地區特使 艾斯科瓦爾 女歐盟代表萊恰克 訪問了科索沃的普利什滴娜 表示美國不會支持在科索沃部署 塞浦維亞軍隊 14日 又訪問了塞浦維亞首都 貝爾格萊德 對此塞浦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 在推特上抨擊到 艾斯科瓦爾一人就想代表美國 取代安理會 和歐洲政客一起 試圖廢除安理會第1244號決議 美國是軍藥的靈魂 軍藥是東向 將塞浦維亞周邊國家 變成軍藥國家 之後設立武裝 美國在羅馬尼亞 布加利亞都有軍隊 所以對塞浦維亞是一個圍堵 目前塞浦維亞尚未向俄羅斯求助 俄羅斯外交部12月12日表示 將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幫助塞浦維亞捍衛其在 科索沃的合法利益 同時俄羅斯聲明 美國因為科索沃政治 及安全局勢惡化 負主要責任 美國是非常感動情 因為我們有友好相關 和SERBIO 和SERBIO是我們的 政策企業 俄羅斯是對於SERBIO的 有關聯合國的局勢 對於科索沃的問題 但還有非常有關的 評論 特別是從科索沃的 甚至叫SERBIO Russian Trojan 豬 在澳洲的歐洲 巴爾干半島三面環海 位於亞德里亞海 地中海和黑海之間 是東歐和中亞的十字路口 历史上各方勢力纏鬥 战火平人 又被稱作歐洲大陸火藥桶 塞尔维亚就是一个测源地 另外巴爾干呢 我们从以前英国首相 丘吉尔就知道 丘吉尔非常重视巴爾干 作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 对于整个的欧洲的 地缘政治的影响 虽然科索沃战争 已经过去23年 但留下的导火索却并未拆除 如今俄乌战争硝烟未散 外界对欧洲火藥桶的担忧 更是与日俱走 又是一位警察 出來的結果 儘管 蔡易維亞的事 所以始終都是西方國內的問題 巴爾幹半島 是歐洲最動蕩脆弱的地區之一 歷史上這裡是斯拉夫人 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雜居之地 又是伊斯蘭文化 和東正教文化的交匯之地 還是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各國 爭奪領土的拉鋸之地 而如今 情勢更加複雜 在剛才的書裡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這裡如今還是歐盟和北約勢力的 染指之地 詳細梳理20多年前那場科索沃戰爭 從中就會發現 這場危機的昨日更遠 下節回來 我們繼續 巴爾幹半島地處歐洲東南瑜 向來存在諸多矛盾 其中既有宗教矛盾 也有領土爭端 素有歐洲火藥庫之稱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撒拉熱烏事件 也在這發生 這個區域是很著名的 或是說是在世界上最著名的 在世界上最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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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斯拉夫人的 一隻塞爾維亞人 从中东欧南下抵达科索沃地区 他们与当地人融合 形成了一个南部斯拉夫民族 而科索沃语词也来源于塞尔维亚语 以为黑鸟的土地 而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 则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伊利尼亚人 远古时期他们生活在科索沃地区 后来归顺于古罗马帝国 信奉基督教 十五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征服塞尔维亚和科索沃 开始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 为了不交付税和提高社会地位 阿尔巴尼亚人改姓伊斯兰教 而不愿意改变宗教信仰的塞尔维亚人 被迫离开科索沃 附近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 迅速填补了当地的人口真空 到了18世纪 阿尔巴尼亚人已成为 科索沃地区的民族主体 因为这个奥斯曼帝国 他是全力地在 怎么说呢 在推广伊斯兰教 那么这点他做的最成功的 就是阿尔巴尼亚 因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相对孤立的 是一个山国 那么他的这个语言 他的民族跟这个巴尔干其他地区 是不一样 那你比方说同样是巴尔干地区 那为什么这个奥斯曼帝国 他统治塞尔维亚 但是塞尔维亚人 他们姓东正教 他没有因此就改姓这个伊斯兰教 在20世纪 两个巴尔干战争 有了奥巴尼亚人 对于奥巴尼亚人 对于奥巴尼亚人 对于其他主义的主义 在那一刻 有了第一次战争 在最终的第一次战争 在最终的第一次战争 沃尔尔维亚人 结束了一部分 由奥巴尼亚人 第一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 是一位奥巴尼亚人 在那一刻 有了奥巴尼亚人的国家 在沃尔尔维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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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 铁拖政权将科索沃 设立为塞维亚的自治区 并给予当地阿族人地方自治 南斯拉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铁拖 他本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奋行的是共产主义 但是他却能够把 把科洛地亚人 塞尔维亚人 把这个斯洛文尼亚人 还有黑山等等 就是把这个天主教 伊斯兰教 还有这个东正教的人 他能够给他们融合在一个 南斯拉夫这个大家庭里 20世纪60年代中期 科索沃经济发展依旧缓慢 1957年 当地的社会总产值 仅仅是南斯拉夫平均水平的 42% 1962年 更是下降至33% 1980年 铁拖去世 以独立为目标的 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 逐步兴起 并得到阿尔巴尼亚的支持 阿族与塞族的矛盾 日益尖锐 铁拖死了之后 这个国家就开始出现了 或者说原来 它就有一些民族的矛盾 有地区的矛盾 但是在这一位 我们说一个大人物 一个铁腕统治 当然他不是只有铁腕 他也有他的融合 也有他柔性的手段 总之呢 他活着 他就能够维持这个联盟 但是他一使这个联盟 慢慢地就崩溃 1981年 科索沃阿族学生 举行大规模示威 并导致流血冲突 7人死亡 超过4000人被捕 1989年 塞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 取消了科索沃省的自治权 我应该说 事情开始 跟米洛舍维奇的战友 和他的大尔巴的国家 他们是在忽 POC 尔巴尼亚 共同在科索沃 推荐最后 是再次共同现在科索沃 和共同在科索沃 子的扩外 举行制成立科索沃 举行制造 Rodion 策斷推進獨立運動 這個Kossovo Liberation Army 在近90年代的年紀 其實開始把事情移動更近 面對阿族人的反抗 以米洛守維奇為首的 南聯盟和塞爾維亞 派遣塞族軍隊和警察 進駐科索沃 1997年以後 科索沃地區衝突不斷 約30萬人流離失所 淪為難民 米洛斯危機確實是為人比較強硬 而且肯定的塞族的軍隊 有屠殺其他國家 就是其他米洛行為 但是話要說回來 我們說看克羅地亞人 我們還有看那些穆斯林的軍隊 也都有類似的行為 當然也可以說是兄弟槍材 1999年3月24日 科索沃戰爭爆發 整場戰爭維持了78天 北約在美國的牽頭下 出動了超約1000架次飛機 對南聯盟進行轟炸 超過2000名平民死亡 因為當時北約說 這個塞爾維亞軍隊 在屠殺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 所以他們強行介入了 那麼對科索沃展開了一場 78天的空襲 在這種情況下 塞爾維亞作為一個小國 它當然擋不住北約的 這樣的一種強大的軍事攻擊 雖然沒有地面的攻擊 所以實際上這個塞爾維亞 已經他承認了科索沃的自治地位 但是他從來沒有承認 科索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1999年6月10日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244號決議 成立科索沃特派團 並授權駐派當地 作為臨時行政機關 南聯盟軍警被逼撤出科索沃地區 雙方的衝突一直是有的 但是北約的維和部隊 也確實是有效地管控了 就是它既不讓塞爾維亞軍隊 進入科索沃 但是它也不讓科索沃的軍隊 進入塞爾維亞 我們說起了一個隔絕的作用 2008年2月17日 科索沃會議通過獨立宣言 宣佈脫離塞爾維亞 至今已經獲得超過110個 聯合國會員國的外交承認 但始終無法以獨立身份 加入北約或聯合國 為什麼歐盟或者是北約 他們絕對不想看到一個大阿爾巴尼亞 但是如果是一個科索沃 一個只有200萬人口的一個小國 利用這個小國來制約塞爾維亞 或者是來制約俄羅斯 這個他們願意 他們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大阿爾巴尼亞 他們絕對不能允許 西方對於巴爾幹地區 甚至對於整個歐洲地緣政治的 一個考慮 因為科索沃的居民90%以上 是阿爾巴尼亞人 那麼這樣的話 就引起了西方的警惕 因為對於西方來說 一個土耳其他們都不能容忍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伊斯蘭國家 那麼同樣的道理 北約 歐盟 他們不願意看到在巴爾幹 出現一個大阿爾巴尼亞 因為這個大阿爾巴尼亞 必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 2013年4月 在歐盟斡旋下 科索沃政府 與塞爾維亞政府 達成布魯塞爾協議 這是雙方就關係正常化 所簽訂的第一個正式協議 但塞政府始終不承認 科索沃是一個主權國家 不如希望輔助當地的政權 但是一直以來 在聯合國的承認國 只有一半國家承認它主權 其他國家是不承認的 所以它的作用有限 但是無論如何 科索沃的毒瘤 是等於把蔡爾維亞本來的土地 畫出大幅的出來 甚至當它要迫害蔡族人的時候 其實在某程度上 就有一種種族清洗的作用在 十二月十五日 塞總統武器齊要求北約 允許塞爾維亞 向科索沃派遣上千名軍警 以維護科索沃當地 塞族人利益 這個歐洲火腰桶 又一次走到了危險邊緣 因為一個烏克蘭戰爭已經把 無論把俄羅斯還是把這個 美國西方 我說的還主要是北約 作為一個軍事同盟 已經把他們這個 精力的主要部分牽扯進去了 他們目前看不出 他想要去挑動 這個科索沃和塞爾維亞 他之間的這個戰術 以北約和美國現在的情況來講 應付烏克蘭的問題 都已經是很 壓力很沉重的了 它會不會容易 在巴爾港半島 再搞一些新的戰端呢 至少在巴爾港半島裡頭的國家 比如說哈羅地亞 斯法文尼亞 以及羅馬尼亞 國家尼亞未必願意的 然後北約土耳的影響亦大 也未必願意將這個地方 變成歐盟的 就是變成西歐的勢力 科索沃2008年 單方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 多年來雙方的關係 一直沒有正常化 而如今科索沃和塞爾維亞 都在申請加入歐盟 歐盟則是把承認科索沃獨立 作為接納塞爾維亞談判的 條件之一 但是塞爾維亞是不是會接受這種條件 或者說脅迫呢 目前科索沃北部已經發生了 零星的暴力事件 這一場危機 現階段還暫時看不到環節的跡象 感謝收看《鳳凰舉腳》 我是任任 謝謝 下期再會